我們在推介在缺工上面 為什麼會特別去 去媒合我們這些中高女兒二度就位婦女 我們也是希望透過我們的一個獎勵機制 能夠來開發更多的這些潛大勞動力 來就是投入我們這些缺工的一個產業 那其實剛剛都有提到 其實在我們一個能力結構面臨少子化的同時 那可以預見的是說 我們未來的一個勞動的工作人口 還有我們青年勞動其實會出現下降的 但是呢我們其實有中高齡以上的這樣子一個勞動人口 其實在未來是可以在座上來做一些運用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跟國際上來比較的話 其實我們在55歲以下 這個壯士代的一個勞產率大概是59% 那相較於美日韓 他們大概都是70大家要接近75 那其實我們中間其實我們這些 講的話他們是普遍相對薪資是比較偏低 比較沒有那個競爭力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案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把薪資部分做局部的一個提高 所以我們在跟木地實業主管機關包括交通部跟經濟部 在會商要把哪些的一個基層能力 納到我們中間裡面來的 我們把房屋人員 房屋人員清潔人員 以及餐飲業的儲物人員 以及就是內衛廠的服務人員 我們覺得這個是在疫情回溫之後 最需要的一個基層能力把它納到專案裡面來 那薪資的設定部分我們大概會設定在 房屋人員是2.8萬 那那個就是餐飲業的人員的部分是3.2萬 那這個部分我們符合這樣的條件部分 我們就會來做專案的每一盒 動動手指轉發起來 點點滑鼠按讚起來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